以前跟別人說 我住在元朗 帶我去將軍澳上班 以前一定會有人這樣說 怎麼這麼遠呢 其實這一句話都真的聽了很多次 在以前的車程大約是一個小時左右 元朗去將軍澳 但是在這段車程裏面 令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得到 看書 或者可能吸收一些新的資訊 可能研究一下一些香港的街道 這樣去想想 去坐坐車的時候 就讓我去找到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就是去講一下香港的街道 講一下香港十八區 今天去講這一本書 正正就是講香港街道 這一本就是他 我香港我街道 微密情歌 本書有什麼好 馬上看看就知道 作者那裡會有八位 包括黃樂儀 黃宇邦 楊彩傑 蔡炎培 洪浩賢 梁彩 周漢輝 和鄧雅南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都會聽過他的大名 例如周漢輝 之前介紹他的地納於心 蔡炎培 大家都叫他做蔡爺 我一向都很喜歡看 雖然他已經過了身 但是一直都很懷念他 至於裏面提到的街道 以上的作者就會寫到的就是 城南道 石板街 宜安街 河邦街 等等 就這樣聽街名 大家又會記得有多少呢 城南道的就在九龍城 石板街 大家固自然熟悉 在中環那一邊 宜安街 就在觀塘 河邦街 就在屯門 為什麼我會想得這麼快呢 一來我們大家都會知道的 可能這些就是我們住在附近的地方 另外的 以前真的經常到處去 可以看得到這些的環境 會有什麼不同 亦都開始注意他們的街名 那各位呢 這些地方是走得多 或者是就這樣 可能知道 或者是直接住在那裡 不妨可以在留言說一下 再看一下這些 剛才所說的作者的經歷 有很多的作者 其實都已經是來台灣住 不知道這本書 他們去寫成 或者去出版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我們再看一下序文 序文裡面 鄧小華就會提到 懷著離散感傷 我邀請以細緻原筆風格著稱的 亦都是離散在外的漫畫家 柳廣成 在兩本 我香港 我街道裡面 自選八篇作品去改篇 在各種狂風急趕之下 就有了這一本 我香港 我街道 漫畫版 微密情歌 剛剛序文裡面提到這一本 正正是香港街道文學合集 現在透過了著名畫家 柳廣成先生的畫工去演繹 由漫畫去帶出香港街道的重點 其實這一個都會是挺新穎的 挺有創意的 以前我很欣賞一些畫家去促寫 會說到香港十八區 街道等等 不和它做主題 令到很多香港人 回顧香港街道特色的時候 都會去想回一些街名的由來 建築物的歷史等等 甚至我們會看到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的是 街道上面的人情世故 這些我相信大家都記憶又生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本書 是可以用文字去表達 亦都可以看得到 它會有一些圖畫去表達 真是可以說圖文並謀 自然可以深入去寫出香港的情懷 真是一句兩得 看完罪文 我們來跳一跳 看看他的後記 就是柳廣成先生他寫到的 說起來香港人口裡面 翻鄉下這個詞語 對我去講 真是有很微妙的意義 翻鄉下這一句 指的是日本旅遊 鄉下某程度 算是一種氣稱 日本對普遍香港人而言 可以說是極樂世界 是被他們暫時脫離 煩囂現實的臨時隔離空間 剛才柳廣成拉遠一點說 說到的是他回鄉下 可能這一個變成了香港一個的潮雨 我自己真的沒有回鄉下的情況會出現 為什麼呢? 原因我未去過日本 大家千萬不要笑 自己的鄉下就更加去都未去過 因為我都沒有申請回鄉證 很多人可能在2023年之後 因為通了關 就可以像柳廣成這樣說 可以翻鄉下 去到世界各地 一個屬於自己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不知道大家所說的世外桃源 又會是哪一個呢? 不妨留言講講 或者可能大家翻鄉下的 現在會不會變成了是回香港 香港會不會是真的 好像剛才這樣說 是大家心目中的鄉下呢? 以前我看很多本書 曾經會有一個作者 會講過他自己是香港灣仔人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想講哪一個 不知道各位準備好用以上的講法沒有呢? 剛剛提到本書是柳廣成所畫 馬上看看其中一頁 就是黃玉邦說的 我愛你愛你不顧一切 第58頁 大家在這個畫面上 可以看到什麼熟悉的面孔呢? 當然會是哥哥張國榮 還有他做霸王別姬情蝶衣的造型 至於文字 就會講到剛才我所說的 我第一首會唱的歌是Monica 但是他後來扮女人穿高跟鞋 那些我不喜歡 其實這一個正正是可以呼應到標題所說 我愛你愛你不顧一切 正正就是Monica的其中一句的歌詞 之前有一段新聞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講了一個的歌詞網站突然之間沒有了 但是這一句的歌詞 我一說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會學其他的網民這樣說 有聲的 可以想得到這本書用漫畫 當然會比較少少少的文字 但是真是言簡易改 以前有班的球迷就很喜歡去講 好球不妨一體再體 相信應該不是今屆的歐洲國家杯 或者是修夫基所帶領的英國足球 看到這本書會不會有班的書迷會改一改去講 好書不妨一體再體 我們再看看第96頁至第97頁 大家又會見到些什麼熟悉的面孔呢? 面孔的可能未必會太熟悉 大條街就一定會知道 正是這一條的得腐道中 加上了文字 講起以前英國殖民地時代 命名的原因 日本改名就叫做超和通等等的資料 柳廣誠先生所畫的得腐道中 像是近年的景象 而我想到的得腐道中 可能是以前再舊少少的環境 例如的有舊油證總局 沿途的可以見到高羅士打酒店 英皇大酒店等等 這些都會是在我以前去看 一些香港的街道 一些舊相的時候去想到的景象 不知道大家又會記得哪一些呢? 還有本書會講到的 得腐道中的另外一邊就是得腐道西 以前就叫做保寧海旁西 沒有基礎的保寧應該是香港總督 第四任總督 而所以叫保寧海旁西的 就是因為他在那段的時間 決定要填海 而得腐就是香港第十任的總督 日後所以為什麼會有得腐道 或者叫做得腐道中、得腐道西那些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有紀念前人的意思 這本書還有很多的歷史資料 值得大家慢慢去讀 另外一篇當然是我想說的 我喜歡的 蔡炎培先生 他講到的是石板街 在第115頁那裡 各位見到柳廣誠先生的畫作 又會想起什麼呢? 石板街當然是香港約定俗城的一個稱呼 當地的特色肯定是一級一級的留下 現在都已經成為了一級歷史古蹟 當年鋪設的就是為了方便上落 真正的街名是叫做 就是由當時香港第一任的港督 布丁渣來代替命名 畫作裡面還有中環碼頭 以前我搭天星小輪的時候 碼頭應該是在外丁堡廣場的附近 可能有觀眾會說 他們會在其他的地方去搭天星小輪 因為是再早期一些 我搭的時候應該都已經是第三代 2006年左右 就已經搬到現在的位置 就成為了第四代 走到身水身汗才去到天星碼頭 真是想起都熱 我們不妨再看看蔡炎培的作品 他裡面會提到的就是 你滿有心望著我腳下 長街示範會善腳的石板 一列書牆速立街角 負我堂王是隻如微的夜鷹 中環街中環碼頭再望 五間出廠的貨拔布了關 首中書涌的人潮 卷日浩帆靜下了班 蔡炎培講到石板街的特色 就是善腳 以前我上上落落 真是被他善過幾個 真是很記得 我會改改以前那套的戲名 真是二十一世紀善人幾個 蔡炎培這些說話 我自己會想起以前的去中環兩大特色 剛剛講到石板街 第二個就是中環碼頭 以及以前去愛丁堡廣場的碼頭的時候 總是要穿過一條隧道 穿過那條隧道之後 就已經到天星碼頭 今天那個天星碼頭 如果真的在石板街搭的士過去 等多兩等都隨時可能要跳標 所以蔡炎培剛剛寫到 中環碼頭再望 在望這個詞語 真是可圈可點 但有終點在望的味道 我以前聽過有人說 蔡炎培先生以前寫過馬經 再望一遲 算不算是一個馬場術語 轉到新詩上面去用呢 是的 都真是挺有創意 假如日後去寫跑馬地 會不會寫到一些地方 養和遠灣 大石谷等等 這些著名的地標 加上蔡炎培在詩裡面會說到 一些的板 一些的關 以及一些的斑等等 這些的字 都是會押韻 讀下去都真是略大韻味 各位可以洗美一下 下一節回來 會有名人金句的環節 一會兒再見 戲劇治療師陳寧軒用故事 療癒每個人的內在小孩 撫慰因為玉兒而身心俱疲的 爸爸媽媽媽 洗滴古老創傷 首為孩子靈魂 別告訴孩子 月亮會來割二朵 希望學感動出版 在小朋友眼中 他們快樂的回憶在哪裏 貴屬感在哪裏 安全感在哪裏 家裏在哪裏 同心看世界繪本系列 全新推出 我是什麼人 及什麼視覺監 回應時代需要 和小朋友一起探討 香港人身份認同 回到來名人金句的環節 我們再看看 後記的部分 在第237頁 柳廣誠先生又會提到 雖說住過香港各區 但對於書中原文的各大街小巷 我大致都只是走馬漢化的模糊記憶 和印象 清不上深刻 文筆當中 對於地區環境的描述和刻畫 大致是細緻的 令我更需要大量參考圖片的協助 每篇文章的改篇 總以Google map網站作為起點 把視窗右下角的 橙黃色小人icon拉出來 再扔入街上 柳廣誠先生 由剛剛所說的回鄉下 講到回香港 柳廣誠都會講網上 黃色的人仔 用那個的人仔就可以看清楚 街道上面每個角落 相反 我自己好笑 為什麼呢? 原因的每個街角 我都想是真身下去 去嘗試找一找 找一找之後 經常都會有一些新發現 才可以寫得到 香港十八區的特色 而這些 正正是可以消除得到 柳廣誠剛剛所說的 走馬漢花的 模糊記憶和印象 自己走一次 經歷就會深刻多一次 從自己的腳步 走出自己喜歡的人生 不受其他事物牢牢控制 不知道大家又認不認同呢? 由於這一集是錄影的 我們在下一集回來的時候 再去回應觀眾 謝謝 謝謝 我是一隻住在天橋底的老虎 其實 我本來不是住這裏 條橋是不是就是鵝頸橋啊? 小子人問 子老虎對條河念念不忘 再問 到底條河去了哪? 為什麼你記得我說過的話呢? 因為你很重要 只要有愛 就可以把像小石頭的小孩 變回棉花塘小孩 希望學最新範本 小石頭 帶大家共見同理心